今天希望怎么样 像上个礼拜我们是写了一个 就是用录制聚集的方式 开发人员录制聚集录制的 那产生这两个按钮 可是如果说将来 我不想用录制的 因为录制 如果以后假如什么都用录制的话 那录制的东西不见得合我用 那如果说我今天想要用VBA 自己写出一样的结果 那我该怎么做 OK 那步骤 那demo一下 也许最后做出来就是立场这样子 然后清除 然后可是这个是 他帮就录制的 如果我不用录制的话 那首先我们刚才重来 这几个东西可以把它删 先把它留下 等一下直接拿来用 那接下来的话 我跟各位大概讲一下 第一个要怎么做 一 请你切到VBA OK 那切过来之后的话 当然理论上你应该会看到 就是这个左边的部分 左上角这个区块 就是所谓的我们的专案管理员 专案 那专案名称的话 刮符就是这个档案的名称 有没有 那里面的话理论上一定会有模组 就是这个模组部分的话 应该理论上是只有一个 我先把这个先移掉 因为这个应该空的 那理论上如果我们上个礼拜有录制这个聚集的话 那应该会有一个聚集里面 这个所谓的模组 其实录制的聚集都放在这边 那我字先放大好了 工具选项 因为字太小了 撰写风格 把它改成所谓的12号 OK 类似长这样 那你会发现 它这个模组里面 录制聚集的结构一定是这样 一个sub 然后它的名称 小瓜虎 然后and sub 里面你会发现 所以以后只要你一个按钮的话 就是会对应到一个所谓的sub 那当你按下这个按钮的时候 它就会对应到这个sub 然后帮你把这底下的层次做执行 就是所谓的VBA OK 最后执行到哪里停下来呢 and sub 所以这个是一个程式的结构 那也就是说如果将来 你要写一个按钮的话 那你就必须对应到一个sub 一个名称 这个名称通常会跟按钮一样 然后到and sub 那不过现在这个部分的sub 是我们录制的 可是如果我今天希望说 我不要录制了 我要自己写 那我该怎么写 首先第一个 我们如果要开始撰写我们自己的这个程式的话 第一步一定要写在模组里面 当然你也可以把它写在这个的下方 就是这个模组的下方 那你就直接打sub就可以 不过我是建议 干脆我们重新另外再开一个模组 因为以后 如果你要写神是记得 一定要是写在模组 那如果我要另外再新增一个模组 怎么新增 直接在这个范围之内 任何一个地方按右键 或者模组上按右键也可以 那会出现一个插入 你就找找到插入模组就好 那也就是说呢 如果我今天不要跟之前录制的 放一起 我另外再产生一个模组 插入模组 反正以后如果你要写VBA的话 记得 一定要先插入一个模组 然后把程式写在上面就可以了 OK 第一步应该可以了解这个流程吧 所以你 这个 这个先插入一个模组 这个时候它会出现一个模组名称 不过这个名称如果你要改的话 下方是可以改的 我暂时先不改好了 反正它这个地方 是可以让你做变动 那如果说我今天希望怎么样 写一个我自己写出来的 这个什么呢 这个VBA程式的话 那第一步先插入模组 第二步的话呢 请你在右边写一个sub 所以怎么怎么怎么写一个sub 很简单 开头就打sub 后面的话呢 那我就给它一个名称 那我要给什么名称呢 我想说不然我就给它一个叫 我要输出它所有创接之后的门号 门号 然后呢 那我要输出门号的方法 就是把它里面原来的公式 直接丢到这里面来就好了 所以我加个底线 底线公式 这个名称呢 不一定要叫这个 你可以取别的名称都没关系 不过特别注意哦 如果你要用符号 取名称的话 最安全的只有底线 underline哦 你不要这边用简号 用简号好像会出错 其实逗点也不行 或者是空白也不行 顶多最多只能用底线 或者甚至你不要底线也没关系啦 这样最安全 我习惯是underline底线 好 sub那个按钮名称 所以以后这个就按钮 按enter 直接这边按enter就好了 那你会发现呢 它会自动帮我产生后刮符 跟什么呢 undersub 那接下来的话呢 我们就完成撰写 第一支 这个sub的程式了 OK 所以特别说 但是目前你如果把它执行的话 什么事都没有 为什么因为里面没写程式 那我们如果今天要写一个动作 什么动作 请你在这个中间 撰写 那撰写的方法 那你要先知道一件事 你要把东西丢到哪里 丢到这个储存格 那我要怎么知道 这个储存格位置叫什么 那你需要知道一个物件名称 叫做储存格 sale 加S sales sale就是一个储存格 sales就是这个工作表的 所有的储存格 一个集合就对了 那后面加一个刮符 意思是说 这个工作表 所以你的刮符 你会发现 他会问你说 初体是 Raw Index 意思是说 那你要的是哪一个 哪一列 那我要输出到这个储存格 第二列 逗点 第几栏呢 第几栏呢 那特别之后面 Color Index 理论上你要给数字 你可以输入5 A B C D E 有没有 不过呢 如果你输入5 那如果那个栏 比较后面的话 像U的话 你可能就麻烦 A B C D E F G H 算到U 你才知道数字 所以我教会利用一个方法 如果你不用数字的话 你可以输入那个 它的栏名称 但是特别之后 你前后一定要加双语号 为什么 因为它就不是一个数字 而是一个文字 这个方法也是OK的 我们用这个方法好了 为什么不要不要好记 A 2储存格 做什么呢 后面加一个等号 那如果说你要把一些东西 丢到这个储存格里面的话 那你就在后面记得加双语号 我要丢几个字好了 假如说我就丢A A A 好 这样OK 这样程式就先写完第一阶段了 那你就可以什么 知心看看 A A A 这个没办法丢到这边来 知心 A A A 就过来了 如果你要丢一个什么 丢一个号码 要0911 084 007 这样执行 有没有 过来了 OK 有没有看 所以 这什么意思呢 就是我把这个东西 丢到这个储存格里面 那这个等号 千万不要一直认为 它是以前那个数学里面等号 它跟那个数学等号 用的方式不一样 OK 它这个意思应该是什么 我把后面的这个资料 放到前面去的意思哦 OK 所以有些人的同学 常常被数学绑架了 为什么 因为一直就是以为说 老师 你这个等号 为什么是这样用 哇 因为这边等号 跟你以为的等号 是不一样的东西啦 所以我 所以常常同学就卡在这里 因为我们写生的写习惯 就觉得理所当然 可是同学说 我没有办法理解 好 没关系就这样了 但是问题来了 那可是问题 我不可能说我每一次 那我如果输入下一个怎么办 那岂不是说我下一个的话 那我就是再Enter一下 那这个什么 把它复制 复制这一行 如果下一个的话呢 那不是变了 13等于什么呢 自己下来 0928 然后后面的话 28 然后就028 043 那你再实习一下 这边又有了 不过这样好像 你想说老师 那我学预约干嘛 那我该自己打就好了 并没有比较快 待会的话 我就要教各位 如果让它变快 怎么样让它变快 就是说以后 如果这个范围 是固定的事情的话 那你就让它重复做好了 可是问题 你要怎么样让它重复做 做固定的事情 OK 所以请各位先练习一下 先大概熟悉一下 因为这个环境 毕竟大家是很陌生的 那跟重点提一下 开发的人员还记得吧 上面这边 把其他命令 这个制定功能去打勾 然后开启的话 就是Visual Basic 那我建议就是说 如果你这个Visual Basic很大 它是整个盖住你的画面 请你把它稍微缩放 习惯是把它 就是浮在上面 为什么 因为将来 你可以一边看下面的状况 去撰写对应的程式 OK 然后再来什么 按右键插入模组 然后再Sub 什么门号公式 Enter就可以了 画面先还给各位试一下 那也就初步了 我们大概先知道一下 如何建立Sub 是手动的 不是用录制聚集 OK 第二步的话 就是如何把资料 放到你要放的储存格里面 OK 那试试看 待会的话我们再想想看 有没有什么方式 可以让它自动全部跑完